大不大吗 快点打回来吧 这五十八红二三 不打狗子 快来 给咱们买冰糖吃 嗯 你看 你看 红星 说得去 小说的 又把长期的 那呢 不会带来 小说 这是爸爸 总是给咱俩 说 又是想他们了 看那些小红星 就会看见爸爸一样 嗯 我想爸爸了 可想了 我也想 小子 快了 别着急 爸爸他们 一定会打过来的 到时候 让他们 给咱们买冰糖 一人一大包 嗯 你打算让敌院 先把粮食运走 全梁同志 这情报 可是冬子和春牙子 很不容易搞到的 冒了很大的风险 咱们就这样让他们运走了 哎 我知道 你呀 是心疼这俩孩子 说实话 我也巴不得 马上就把粮食给结下来 可是敌人两天以后运量 时间这么紧 咱们的队伍呢 又都在分散的心动 一时半会儿 也没法联系杀 那您再看看 等会儿想想别的法子 小赵 咱们哪 也别急在这一时 这只是一小批两事 耗子脱不息 大头在后边呢 等跟吴队长他们联系上 咱们再想办法收拾这个大头 也好 让敌人先把粮食运走 这样 他们就能早点离开县城 县城一空虚 咱们的队伍 就有可乘之计 没错 先开门诱敌 再关门打狗 这就叫欲擒故纵 好 这个法子好 好是好 可这次 又得苦了两个孩子 这俩孩子 可都是咱们革命的后代 让他们多经受一点锻炼 也没坏处 说不定以后 能成为优秀的侦察员呢 行 那就这么定了 老乔 我走了 小赵 你现在的身份呢 可是算挂先生 咱们老这么平凡的见面 不要太大 容易被探子盯上 所以啊 我想 老乔 你是不是想打我女儿的主意啊 你女儿 小赵 我看你啊 是越来越喜欢这些孩子们了 怎么 当爹 还当上瘾了 你呀 二师刚出头 连个婆娘还没有呢 一个人带着西妹 也真是不容易啊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看咱大佬一面一个 带孩子 我敢说 不比女人差 到时候让西妹子 配合咱们工作 你不会舍不得吧 你看 她真让你给说中了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西妹子 小姑娘一个 目标自然小得多 让她以买茶的名义 给咱们传递情报 是再合适不过了 到时候啊 你在她后边照应着点 以防外衣 你都能想到 我这个当爹的能想不到 好 那就这么定了 什么就这么定了 咱俩在那儿说得挺热乎的 还没征求人家西妹子的意见呢 好好好 我这就回去问问 西妹子乐意不 好 好 我走了 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些都是你做的 嗯 快尝尝 怎么样 不好吃 好吃好吃 新妹子长大了 都会做饭啊 来 来 吃饭 新妹 叔叔给你商量个事 好不好 什么事 叔叔不会把你送走的 以后啊 叔叔要是有幸 送给新农茶庄的乔伯伯 你替叔叔去送信 好不好 就像冬子哥哥和牙子哥哥一样 参加战斗 对 太好了 我可以参加战斗了 新妹 这件事情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知道 帅哥哥和牙子哥哥 都不能说吗 对 对 对 任何人都不能讲 只有你知道 还有我知道 放心吧 保证和任何人都不会讲的 替你是小狗 我女儿 真能 当然了 不敦 你 好 我 OK 你 好